这可不是科幻小说 NASA的科学家们真的观测到了在海王星轨道之外 一种神秘而异常的运动正在发生 一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引力扰动 正悄然影响着遥远的天体轨迹 在我们熟悉的太阳系边缘 在那个寒冷寂静 几乎无人问津的空间地带 科学家们注意到一些异乎寻常的现象正在悄然上演 异常可能颠覆我们天文学认知的事件正在酝酿 那些藏身于深空尽头 被冰雪包裹的遥远天体 如今正在以令人费解的路径缓慢移动 它们的轨迹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着 偏离了我们对太阳系引力规则的传统理解 许多天文学家大胆提出 造成这一切异常现象的罪魁祸首 可能是一颗尚未被人类直接观测到的巨大行星 传说中的地球行星 一颗藏匿在海王星之外深空中的巨星天体 最新的观测数据显示 那些冰冷天体的运行轨迹 却是与地球行星理论的预测不谋而合 但这些结果只是揭开了谜团的冰山一角 关于这一隐藏世界的本质 我们仍知之甚少 我们是否正站在 发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的门槛 亦或是这场对地球行星的追寻 将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更加陌生 甚至更加不可思议的宇宙现实 想揭开这段太空悬案的更多细节 请继续观看 深入探索那些遥远天体背后的故事 以及科学家们如何一步步拼凑这场宇宙谜题的线索 这场关于地球行星的科学争论 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年前 彼时天文学家们在分析科伊伯代的观测数据时 意外发现其中一部分遥远天体的轨道 呈现出奇特而不自然的集中排列 仿佛它们被某种隐藏的巨大力量吸引在一起 最直观 也是目前最合理的解释 就是存在一颗我们尚未发现的行星 它的强大引力场 悄无声息地影响着这些遥远冰体的运行轨迹 就像月亮牵引着潮汐一样 通过精密的计算机模拟 科学家推测 这颗神秘行星的质量 可能是地球的五到七倍 其轨道跨度之大 甚至需要整整两万年才能绕太阳 完成一次公转 是名副其实的太阳系隐士 而如今 随着更多天体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这一地球行星的谜题 正变得愈发扑朔迷离 每一项新的发现都像拼图的一角 为整个事件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吸引力 天文学家们用高精度望远镜 长时间追踪这些遥远冰体的运动轨迹 结果发现了肉眼难以察觉的异常 细微的偏移 轻微的加速度 以及持续偏离我们天文模型所预测的路径 仿佛在响应一种隐形的立场牵引 他们尝试将这些变化归因于已知因素 比如海王星的引力影响 天体之间的随机碰撞 甚至来自银河系的潮汐力量 但一一排除之后 这些解释都无法令人信服地还原实际观测结果 可一旦在模拟中加入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巨大行星 所有的异常现象仿佛突然找到了归宿 轨道偏移变得合情合理 冰体加速度有了明确解释 模型瞬间趋于稳定 像是失踪的拼图块被精准地嵌了进去 对于这一理论的积极推动者之一 加州理工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康斯坦丁巴蒂金而言 这无疑是一个意义重大的突破 他不仅验证了他多年来的研究思路 也为第九行星假说 赢得了更广泛的科学界关注与重视 另一道曙光来自科学家 对过去几十年间两次红外太空观测的重新分析 这些原本被数之高格的数据 如今可能暗藏第九行星存在的蛛丝马迹 让人重新燃起希望 研究人员在1983年的 Iris红代天文卫星和2006年至2011年间运作的 日本Ikari卫星的数据中 陆续发现了几个位置微妙变动 量度略显异样的天体 它们极可能就是某个遥远天体的踪迹 或许正是第九行星在几十年间悄然留下的足迹 部分科学家对此持谨慎乐观态度 他们认为这些线索虽不构成直接证据 但确实具有指向性的暗示 足以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些特定天空区域进一步验证 然而就像侦探故事中的疑点一样 这些线索中也隐藏着一个关键问题 令人不得不三思而行 从现有数据推算出的轨道角度 远高于之前模拟的预期轨道清洁 这种极度偏离的轨道模式 让科学家不得不怀疑我们是否真的理解了这个天体的本质 或者是否在误读其他天体现象的干扰 尽管这些现象确实引人关注 但轨道的不匹配使科学家无法断言这些天体与第九行星有直接关联 这一不确定性就像一层迷雾 阻碍了人类对这一谜团的最终揭晓 事情还远没有那么简单 随着对外太阳系的持续探索 科学家们发现 并非所有新发现的天体轨道都支持第九行星理论 反而有些发现让这一假设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似乎暗示着还有其他我们尚未理解的机制在其作用 比如 使用卯星团望远镜的团队就发现了一颗距离极为遥远的矮行星 昵称局势 它的轨道非常细长 但却异常稳定 与第九行星引力主导下的轨道特征并不吻合 给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更令人费解的是 局势的存在并没有像预亲那样 加强轨道聚集这一假说的可信度 反而起到了削弱作用 这暗示着或许并非某个巨大行星在主导这些轨道演化 而是外太阳系中存在着一套更为复杂多元的动力系统 紧随其后 另一个编号为2017OR201的新发现天体也被记录下来 它的轨道再次与第九行星模型的预测出现了偏差 进一步让科学界对这一理论的普世性提出质疑 值得强调的是 第九行星的存在与否 并不仅仅是一个令人好奇的谜题 它更关乎我们对整个太阳系结构认知的核心问题 是一次可能改写行星科学教科书的关键探索 因为这一假说挑战了我们关于行星形成与分布的基本假设 它让科学家重新审视我们一直认为理所当然的知识 行星是如何诞生的 它们应该分布在何处 以及为何太阳系缺少超级地球这样的天体 如果第九行星确实存在 它极有可能是一颗我们太阳系中缺席的超级地球 这种介于地球和天王星之间的内地天体 在其他恒星系中非常常见 但在我们自家的星系中却是个空白 仿佛命运刻意将它遗漏 若能证实这颗行星的存在 不仅将填补太阳系结构上的一块空白拼图 也会让我们的行星系统 看起来更像是银河系中那些典型的恒星系统 为研究宇宙中的行星演化 提供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样本 理论的拥护者始终坚持一点 这些遥远天体轨道之间的高度一致性 几乎不可能是巧合或观测误差所致 这种清晰的聚集迹象 更像是某种有形力量 在背后精心编织着一张隐形网 而近年陆续获得的新观测数据 再次揭示了轨道上的微妙异常 这些偏差就像一道道密码 只像某个我们尚未识别的引力源头 为第九行星理论 提供了又一层看似合理的支撑 对于专注此领域的科学家而言 加入一颗隐藏的巨大行星 是解释这一系列异常最直接 最省力 也最科学的方法 他无需假设全新的物理定律 只需在现有体系中 补上一个失踪角色 不过 并非所有人都买账 来自科学界的怀疑论者 对此提出了质疑 他们认为 这些看似有利的证据 其实可能只是观测数据的陷阱罢了 他们强调 所谓的轨道聚集现象 很可能源于人类观测手段本身的偏差 因为我们只能在特定方向 特定时间观察某些区域 这种选择性 可能人为的制造出集中这一错觉 简单来说 我们的望远镜 更容易在某些视野中发现天体 因此 我们看到的几种轨道很可能是个统计学偏差 而非真正的天文规律 这种假象就像夜晚灯下聚集的飞虫 不代表它们只生活在灯光下 如果怀疑论者的解释成立 那么整个第九行星理论 就有可能是建立在错误基础之上的 这个被寄予厚望的天体 或许从未存在过 它只是一场观测方法带来的科学幻影 当然 科学从来不止讲一种可能性 除了隐藏行星和观测误差之外 还有其他理论浮出水面 试图从不同角度解读这些异常现象 日本天文学家帕特里克利考卡 就提出一个相对温和但新颖的观点 或许我们寻找的 并不是一颗超级地球级别的大行星 而是一颗质量介于地球 1.5到3倍之间的小型天体 它沿着一条异常倾斜的轨道 照太阳运行 难以被目前的望远镜轻易捕捉 这种被称为科医博代行星的假设 能够解释部分轨道异常 同时不需要引入一个体积巨大 远在数百亿公里之外的行星 这让理论在保持合理性的同时 更具实际可验证性 但在所有假说中 最令人瞠目结舌的要数这个 有科学家提出 那股神秘引力的来源 可能根本不是行星 而是一颗原始黑洞 一个诞生于宇宙早期 体积如同葡萄柚 但质量却可打几个地球的奇异天体 这个黑洞可能小到可以放在手掌中 外观看似微不足道 但它却蕴含着极为密集的质量 像一个隐形的引力陷阱 在太阳系边缘 悄无声息地操控着那些冰冷天体的命运 虽然它不会发光 不会反射光线 用现有望远镜 几乎无法直接看到了它的存在 但它对周围天体施加的引力 与一颗真实行星别无二致 就像是看不见的手 在操纵一盘宇宙齐居 这种假设 虽然听起来大胆 甚至近乎一向天开 但它充分体现了科学探索精神 当现有模型 无法完美解释现象时 科学家必须敢于突破常规 提出更具想象力的可能性 哪怕只是为了验证一个万一 如今 这场寻找第九行星的科学行动 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十字路口 是继续坚持目前的模型深入调查 还是重新审视整个假说架构 答案即将浮现 受限于技术 我们现有的望远镜观测能力 尚无法触及太阳系最遥远的黑暗角落 但随着西一代天文设备即将投入使用 那些模糊不清的太空区域 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清晰视野 其中备受瞩目的 便是位于智利的维拉鲁宾天文台 一座配备超大市场望远镜的先进设施 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 开启广于天空调查 有望从茫茫星海中 捕捉到那个躲猫猫的地久行星 鲁宾天文台的强大支出在于 它可以高频率 大范围地扫描整个野空 其灵敏度足以识别微弱 缓慢移动的天体 这意味着它有能力 要么直接救出地久行星 要么将其可能藏身的大片空间逐一排除 如果这一切顺利进行 鲁宾天文台真能找到这个神秘天体 那它无疑将成为 21世纪天文学的里程碑事件 其重要性不亚于冥芒星的发现 甚至登月 一旦确认存在这样一颗超级地球 不仅意味着我们太阳系的结构更趋于典型 它更将为科学家提供前所未有的机会 近距离研究这些遥远世界的地质构造 大气层甚至潜在的卫星系统 仿佛打开了一间宇宙实验室的大门 这一发现还将为过去十余年间 数以百计的模拟研究提供实证验证 帮助科学家进一步了解 这颗行星的物质组成 大其特性 甚至它是否也拥有像地球一样环绕的卫星群 然而 如果最终鲁宾天文台一无所获 那也绝非失败 反而会具有同等甚至更深远的意义 它将迫使我们重新审视 长期以来建立的模型与假设 推动科学向前迈出更坚实的一步 若地球行星并不存在 那么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解释 这些轨道异常现象 也许是由于大量小型天体的集体引力作用 又或者是我们对观测方法的误解 甚至隐藏着尚未被揭示的全新物理规律 因此 即使最终结果是否定的 也丝毫不会贬低这场科学搜索的价值 正是这些失败与排除 构成了通往真理的基石 让我们离理解宇宙更进一步 相反 这样的结果将促使天文学家 进一步优化现有的动力模型 或许还能借此契机 发现隐藏在太阳系边缘的 全新轨道力学规律 揭开宇宙运作更深层次的机制 当然 鲁冰天文台并非唯一的希望 科学家还在积极开发多种辅助方法 希望从其他角度切入 紧接捕捉到第九行星可能留下的蛛丝马迹 例如 有团队正在尝试捕捉那种微弱但规律的引力透镜效应 如果第九行星真的是一个微型黑洞 那么它有可能在穿越星光时产生微妙的扭曲 甚至于暗物质发生某种形式的交互 留下极其微弱的信号痕迹 与此同时 另一些天文学家则专注于对海王星以外区域中 成百上千个新发现的小天体进行详细分类 他们试图从中找出那些具有异常轨道的异常点 用以寻找记忆不知识或反驳第九行星理论的证据 就像局势与2017OR201的发现所显示的那样 外太阳系远比我们过去想象的更加复杂多变 那里的轨道构造 天体种类与互动方式仿佛自成一格 展示出宇宙边缘不为人知的一面 无论这些新发现是否最终指向第九行星 它们共同强调了一个事实 我们对太阳系边缘的了解仍然极其有限 这片宇宙郊区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神秘莫测 每一个新天体的定位 每一条偏离预期的轨道 都是我们对宇宙地图描绘上的一次阔比 它们不断刷新我们的理解边界 把太阳系从已知世界推向了未来探索的前沿 第九行星依旧是一个未解的谜团 它既可能是真实存在的超级地球 也可能是某种微型黑洞 甚至只是一种模型误差所产生的错觉 隐藏世界的各种可能性之间 相互冲突又彼此交织 构成一场充满张力的科学辩论 而希望的火炬如今正落在维拉鲁宾天文台间上 未来十年 它或许就能为这个宇宙难题画上句号 不论答案是有还是无 都将深远地影响我们对太阳系的认知 在那之前 这场关于第九行径的太空追捕不会停止 科学家们仍将目光头向遥远星雨 日复一日地搜索 比对 验证 向未知发出一声声不屈的探问 我们最终会在星辰之间 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吗 一个与我们所知行星迥然不同的存在 揭示出宇宙更深层的秘密 又或者 这次探索的终点 将迫使我们推翻就有认知 重新书写行星科学的基本法则 为后人打开一条全新的研究路径 无论答案是惊喜还是意外 都将成为科学史上的重要篇章 感谢您的观看 也欢迎继续关注这场仍在书写中的宇宙传奇 感谢您的观看